哈喽大家好,今天呢,我这个做完手术啊,也差不多有这个四个半月啊,快五个月了啊,四个半月差不多,然后我一共减了多少呢,一共减了这个80磅初下头啊,很多人呢就说,说你这个也没见受啊,啊,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每一期我只拍我这个大脸啊,反应的啊,不太实际,我现在呢,咱们今天靠对比一下,我先让大家看一段啊,我以前的视频,然后呢,我再跑到一个 卖衣服的地方,然后挑几点衣服,然后咱换一下,穿一下啊,大家就知道啊,我这个到底瘦了有多少了啊,咱现在啊,先去看我以前的视频,你们对比一下啊,啊,烧饼跟羊汤的诱惑,一想到以后自己没办法,很大规模吃辣的吃羊汤什么的,今天先把这个给满足了,嗯,行 行 哇 哦,这隻仙肉真不复 开动开动开动 等老夫尝一尝,看这个,哎呀蘑菇虾 哇 香味真纯 就这么一个菜9块99啊这回好贵 这样想着涨了 这份也31块99 这要跟客吃啊 其实也就二多块钱 吃了个 这菜是什么叉子下手 我已经感觉到云桌投赖了不友好的目光 所以无所谓 我一般人在春瓜长春花样 这去看我的人 我都回头看他们 一直看着他们尴尬了 我是第一回来奥兰多的这个 我之前去过罗湛基的那个 因为这个我一直没来 今天呢就带大家看一看 因为这儿不是号称儿童的天堂嘛 那行那咱们现在就往里进啊 瞅一点那里面是啥呀 我现在在这个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庄园啊 这个庄园是干啥的呢 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这个老板啊 他们家的庄园 这个不是老福特的啊 是老福特的儿子啊 小福特的二儿子的 因为最终他的这个二儿子 继承了他的家业嘛 那老福特的那个豪宅已经没了 那这个豪宅呢 我身后的这个豪宅啊 就是人家啊小福特的啊 这个房子呢 现在已经不属于啊 这个他们家族了啊 已经被他们家都给捐了 后来啊我为了拍摄的更清晰 就直接在沙滩上找了一个在那晒太阳的人 然后让他们帮我拿着摄像机 然后以第一人称的角度 然后拍我 然后我就义无反顾的啊 穿着衣服 朝海里冲了过去 可见啊这个海水 其实浪还是挺大的 努力你知道吗 除了这个减肥手术 这样努力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来了 每天都得这么着整一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啊才能说明我在努力 发现了看完那个之前的视频 再看我这张脸是不是小多了 行 待会我去找几件小号 就跟以前比起来 号很小的衣服啊 给大家看看啊 尺码大家就知道了 夜幕降临啊 哎 找两件衣服去 跑到南庄去是吧 你看看到一个镜子 你看 这是现在的样子 但这个衣服啊 已经有点显大了 这个裤子还是以前的裤子 所以说比较显大 等会啊 等我把这个啊 往这边移一下 把这衣服 那我从侧面 你看以前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我的侧面 过去那侧面后都不能看了 这脑袋后面都秃的都不能看了 现在是这个样子 Florida man 以前呢 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都是穿3XL的衣服 那现在呢 要穿我都是穿1XL的啊 现在或者是有一些时候 有时候L的我还没试过 不知道能不能穿 找一件啊 换上看看 这是M号 哎 这有L号的衣服 找两件L号的衣服啊 我看看随便找两件 说不定我一高兴把它买了呢 哎呀 这是女人的衣服啊 这是男人的衣服 这个吧 L号的啊 多少钱 看看 7块99 顺便来挑一件小一点的裤子 这件裤子还是大 这个裤子还是2XL的裤子 这件裤子不错 看多少钱 1XL的裤子 9块99 就你了 衣服是L号的啊 裤子是1XL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穿这个宽松的裤子啊 拿着两件这会去换一下 你知道吧 啊 来十一件 十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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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件 好 看到了 哈哈 我在这 换一下啊 现在换一下 十一件里面其实就可以 是吧 行 换一下啊 换完了 这回站的远点 这是L号的上衣 这是L号的上衣 然后 这个裤子呢 是XL的 原来我是3X的上衣 3XL的上衣 3XL的上衣 3XL的裤子 现在是L号的上衣 然后XL的裤子 你看这侧面 薄了不是几许啊 是吧 薄了不是几许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还算挺胖啊 还算挺胖 还得减啊 还得减 但是呢整个的这个看着 已经有人形了 至于这个火旗啊 大家可以自动忽略 自动忽略 因为我随便拿的啊 我也不知道他正在这个这碗 给人家放一下 哎呀 我的天 走着 我知道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 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做完这手术啊 现在四五个月了 有没有什么不适 当然了 我跟大家讲 他就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瘦得快 然后剩下的他会掉的很慢 就可能是一个月几磅那样掉 但是这个时候你得浮以运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 你还是得他只是一个辅助作用啊 辅助你吃的少 然后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身体呢 是由于是啊 就是不能接受这个 所以说你会掉的很快 那之后你身体慢慢适应呢 他就会慢慢的 你知道吧 涨回来 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运动 我现在每天去健身房啊 做有氧一个多小时吧 然后呢 就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热量给消耗掉 至于忌口呢 其实也没啥忌口 就是你头两个月可能有点忌口 你吃太刺激的这个胃受不了 但我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吃这个 除了大米饭可能挺难消化 包括这个豆皮挺难消化 其他的吃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吃大米总感觉就是他那个胃可能 那个东西比较难以消化 那个颗粒可能有点粗啊 大米糙米这些 反正还是差点意思 剩下其他的都无所谓 只是说都能吃一点啊 以前我吃一大脸盆是吧 或者吃这么一大碗 现在就吃很小一碗就很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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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啊他这个还是要服务运动啊 不运动的话啊 减肥还是这个不太好使的一种方式啊 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东西 其实你的胃会随着你的就是这个时间嘛 他会慢慢的缩回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现在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饭量 比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是要大一些 就是你的饭量最终会回到你原始饭量的大概一半吧 或者是也不到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 就是因人而异啊 就你的胃因为会自动恢复嘛 你像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啊 胃的这个刀口什么的 就是早就恢复了 也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然后整个的这个啊 你就吃生了也没事 只是说胃胀难受啊 仅此而已 他就是这个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手术吧 这个很好的减肥辅助方式啊 仅此而已啊 这个主要还是在靠你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做完这个手术不太能感觉到饥饿嘛 我自己啊 这个亲身经理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这个还得吃饭 那不论如何呢 就是你已经吃的很少了 那就不能再去捡着吃了 要不然容易低血糖 上次我去拉瑟加斯那次也是因为啊 一天没吃东西 再加上泡了那么长时间早啊 产生的低血糖 后来我问医生 他没事你这就是偶然性突发性的 然后后来你所以说你整个的这个东西啊 如果以后有人做这个手术的话 你还是要这个小心点啊 这低血糖还是要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吃饭啊 诸位啊 就不要 如果你要是原来借了那个那种甜食的话 你还是正常吃饭啊 正常吃饭呢 比什么都强 那行这期就到这儿啊 就跟大家证明一下啊 这80磅没白减啊 行这期聊到这儿大家拜拜 拜拜